为养风业研发的养风专用车 打破了多年来落后的传统养殖模式 开创了养风的新局面 达到了轻松运风 高效生产 生活舒适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开着房车去养风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随着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 各种技术设备在不断更新完善 养风业也没有落后 即生产生活储藏为一体的养风专用车的出现 提高了养风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改变了传统养风工作的艰辛劳苦 那么对于广大风农朋友们来说 这养风专用车到底具有哪些优势 它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到节目当中去详细了解 养风业往往被人们称作甜蜜的事业 养风业往往被人们称作甜蜜的事业 却满是养风人的艰辛 他们四海为家 风餐露宿 孤独寂寞 劳累辛苦 2010年 我国农业部组织现代农业装备企业 成立了养风专用车项目开发小组 他们走访养风专业户 了解密封的生活习性 和养风专业户的实际需求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设计 试制和试验 已经成功地生产出了 即生产、生活、储藏为一体的养风专用车 养风专用车和传统的养风方式相比 具有哪些优势 对于养风人来说 最辛苦的莫过于转场 养风业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大部分风农都要从南往北 追逐花期 转场养风 一年下来 转场的次数可以达到7至10次 传统的风农转场时 都要作用卡车运输 所以风农们转场需要提前作用车辆 转场的时候 风农要把几十斤重的风箱 一个一个地挑上车 到了目的地 再一个一个地挑下来安置好 经过装车、卸车等一系列过程 忙碌下来 风农往往会累的腰酸背痛 而且整个过程特别费时间 影响了风农追花夺蜜 当风农们到了新的场地 发现蜜源不理想 也不可能再马上转场了 所以传统的养风方式 往往使风农处于被动状态 严重影响着生产的效益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养风专用车是怎样转场的 养风专用车上有固定的风箱架子 平常的时候 风箱就在框架上放着 转场的时候 只需要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搬上搬下 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当蜜源地的植物进入泄花期 风农们开启养风车 就可以赶往另一个蜜源地 哪里的花开得好 哪里的花流蜜量大 就驻扎在哪里 与传统的养风方式相比 可以说追花竹蜜 方便高效 抢占仙机 养风专用车经过了精密的设计 有着很强的承载能力和减震能力 既可以挤持在高速公路上 也可以轻松驾驶过泥泞的山路 既方便又安全 同时呢 养风专用车不是营运车辆 不需要办营运证 在各种道路上通行 都可以享受绿色通道待遇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为蜂农们降低了养殖成本 传统的养风人 大多采用散养的方式 他们把蜂箱零散地摆放到山坡上 每天取蜜的时候 要搬着摇米鸡 在齐居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费时又费力 而养风专用车采取的是 落叠式饲养 设有专门的工作平台 摇米 取浆等工作 都变得方便 快捷 传统养风中 蜂农们居无定所 转场之后 只能搭个帐篷齐身 在野外堆个简单的灶台 烧火做饭 居住环境差 生活条件苦 另外最主要的是 在野外没有电源 无法使用电器 这让蜂农们的信息 十分闭塞 而有了养风专用车之后 蜂农们有了干净的局势 即便是刮风下雨 也不用再害怕了 养风车上都配置有发电装置 车在电视 车在冰箱 车在风扇 蜂农可以在这里休息 看书 欣赏电视节目 上网查询信息 极大的丰富了 蜂农的生活 以前老师养风 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 卸风 就是很累了 下来以后 卸下来以后 还要搭帐篷 还准备生活用品 烧饭什么的 很麻烦的 现在有了养风车 生活非常方便了 可以随停车 随住宿 随就餐 就是非常方便 还有非常有安全感了 您看 这养风专用车 是不是可以和 旅游用的房车 相媲美了呢 蜂农们在轻松 获得蜂蜜的工作之余 还可以趁放风机会 享受野外风光 可以说是旅游生产两不误 当然 要想让这养风专用车 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首先要掌握它的构造 养风专用车的整体结构 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驾驶区 第二部分是生产区 第三部分是生活区 第四部分是存储区 驾驶区就是驾驶车辆的区域 由于养风用车 是在中型货车的基础上设计的 所以 蜂农们在购买养风专用车之前 必须先考取货车驾驶执照 生产区 生产区是养风专用车 养殖蜜蜂的地方 生产区区域的大小 与养殖蜜蜂的多少是息息相关的 在设计的时候 既要考虑到最大的承载空间 又要考虑车辆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咱们这个生产区 长4米9 宽2米4 然后高是2米3 咱们两侧的框架呢 可以放80个风箱 就是这80个风箱呢 是不需要装卸的 然后在中央过道呢 还可以再装80个风箱 框架是养风专用车 生产区主要组成部分 它采用了立体框架的结构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框架安装在生产区左右两侧 两侧框架的宽度都是0.6米 中间留有1.2米的操作区 大的框架又分割成 同等大小的小框架 从下往上一共四层 小框架的内部尺寸 是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风箱的尺寸来设计的 宽43厘米 高62厘米 标准的风箱都可以放进去 框架上一共可以安装80个风箱 这80个风箱是不需要装卸的 每一个风箱的下面都装有滑轮 风箱就安置在滑轮上面 风箱放到上面就像平时书桌里的抽屉一样 可以方便的推拉 有的风农朋友希望多养殖一些蜜蜂 在转场的时候就把多余的风箱摆放到过道里 为了减少这些风农朋友的劳动强度 养风专用车上专门加装了吊葫芦 转场的时候用吊葫芦可以轻松地把这些风箱转移到车上 或者转移到地面上 也就是说除了固定好的80个风箱之外 养风专用车的过道里还可以再摆放80个风箱 可以满足饲养80到160群风的风农的要求 在养风专用车的外侧我们会看到色彩斑斓的板子 实际上这是密封飞行降落的踏板 由于养风专用车改变了养风的生产方式 由原来地面分散饲养变为车上落叠饲养 这样一来风箱周围就没有让密封落脚的地方了 密封踏板是可以折叠的板子 汽车停下来密封开始工作的时候 把踏板撑起来就可以让密封落脚了 所以这些板子又叫做密封踏板 大家可以看到黄的白的绿子 这三种颜色的踏板就是供密封降落 然后再爬到风箱里面去的 同时密封踏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根据它的密封的生物学特性 它对黄白绿三种颜色最为敏感 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个引导密封回潮的一个作用 防止乱风 在车上养风 风箱排列整齐紧凑 容易发生偏风乱风的现象 由于密封偏好黄色白色绿色 所以在踏板的设计上增添了颜色引导密封回潮的作用 养风专用车一直处于露天的环境中 尤其是夏天 如果阳光直射可能会导致风箱过热 因此在养风专用车的上面装有支架 可以搭设遮阳网给风箱遮阳避印 生活区的设置是养风专用车的一大特色 有了生活区 风农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舒适而安定了 养风专用车的生活区设置在驾驶区和生产区之间 它是一个4.8平方米的生活办公区域 风农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布置这个小房间 房间里可以配置折叠床 还可以配置车载冰箱 车载电视机 工作台等等 从而缓解枯燥的野外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 养风专用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就是加装了很多存储设备的区域 在生产区框架的下面 有8到10个储物箱 储物箱的门都有很好的防水功能 箱子里可以放置各类用具 在靠近驾驶区的地方 还安装着食品及储水箱 这些储水箱可以为生活在野外的蜂农们 存储清洁的饮用水 同时还可以用来自卫密封 省去蜂农们到处寻找水源的烦恼 养风专用车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 它在使用中还搭配了很多巧妙的装置和方便的用具 减轻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效益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养风专用车改变了以往的养殖模式 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使用方法 就拿电源来说吧 除了汽车本身的电瓶可以给车上的电器供电之外 购买养风专用车的时候 还可以选购小型汽油发电机 或者是太阳能光伏发电机 有了这些稳定的发电设施 我们就可以从容的使用冰箱 电扇 电脑等家用电器了 风群的日常管理当中 包括摇蜜 取浆 四位蜜蜂等工作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些工作是怎样完成的 摇蜜就是用摇蜜机把蜂巢里的蜂蜜取出来 养蜂专专用车 风箱十分集中 摇蜜的时候 蜂农们也不用把摇蜜机搬来搬去了 蜂农只需要把摇蜜机放到养蜂车的过道里就可以了 摇取蜂蜜 制取蜂蜜的时候 先通过滑轮把蜂箱拖出来 然后把蜂皮从蜂箱中拿出来 用刷子把蜜蜂清理干净 接下来用刀子把蜂皮上的蜜盖割开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晶莹的蜂蜜了 两边的蜜盖都割开之后 把蜂皮迅速放到摇蜜机中 一次可以放置两个蜂皮 打开摇蜜机 工作一分钟左右 再把两个蜂皮换换位置 再摇一分钟左右 这一片蜂皮中的蜂蜜就取完了 当摇蜜机里的蜂蜜达到十厘米的时候 要把蜂蜜倒入储蜜筒进行储藏 蜂蜜一般是在常温下进行存储 所以装满蜂蜜的储蜜筒 可以存放到车厢下边的储存区去 咱们再回到车上 可以看到蜂农已经站到了一个平台上 养蜂车设计可以安放四层蜂箱 高2.3米 为了方便管理每一层的蜂箱 在过道中安装了盖滑轮的移动平台 平台长1.5米 宽1.1米 正好架在左右两边的框架上 由于养风车是立体饲养 除了下面第一层蜂箱可以直接拉出来之外 上面三层蜂箱管理都要用到这个移动平台 移动平台是可以上下搬动的 当蜂农需要管理哪一层蜂箱时 就把平台搬到哪一层 平台四个角装有滑轮 每层框架上留有轨道 蜂农只需轻轻推拉 平台就可以前后移动了 移动到了需要的位置 拿环扣锁住平台 蜂农就可以在平台上工作了 平台可承重二到三个人 平常的摇蜜及蜂箱管理都可以在上面进行 养蜂人除了可以收获蜂蜜之外 还要收集蜂王浆 蜂胶等产品 过去的时候 取蜂王浆和蜂胶等产品 都要在露天的条件下制取 获取了这些产品之后 还要及时的销售出去 否则就会容易变质 有了养蜂专用车之后 制取蜂王浆 蜂胶 这些细致的工作 就可以在舒适的生活区里进行了 养蜂专用车里配备着车载冰箱 蜂王浆 蜂胶等产品 可以存储到车载冰箱里 在零下18摄氏度的条件下 这些产品可以长年保存 当然有了养蜂专用车 日常检查这项工作 还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发现蜜蜂在巢前聚集成堆 或者是在巢门前扇蜂 说明蜂箱里温度过高 通风不良 这时可以在养蜂专用车的上面 搭上遮阳网 或者是向蜂箱里加水 从而降低蜂箱里的温度 除了日常检查之外 蜂群的饲养 给蜜蜂蜂群 繁殖蜂群这些工作 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对于养蜂专用车来说 这些操作和传统的操作差别不大 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养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流动性 要随时根据蜜蜂所在地进行转移 养蜂专用车实现了轻松转场 方便又高效 不过蜂农朋友们在转场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要做好转场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蜜蜂的习性 一般选择在凌晨四点左右进行准备 这是因为这个时间蜜蜂已经基本回潮 有利于转场工作的顺利进行 转场前的第一项工作是固定巢皮 平时的时候巢皮在蜂箱里是活动的 如果蜂箱左右摇摆就会急死很多蜜蜂 所以首先要固定巢皮 在蜂箱外侧有一排钉子 转场之前只要把这排钉子盯入蜂箱板内 就能够达到固定巢皮的目的 养蜂专用车移动时架子上的蜂箱容易滑落 因而转场之前咱们还得把蜂箱给固定住 固定蜂箱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用韧性较好的皮带 固定住蜂箱就可以了 所有的蜂箱都固定好之后 把生产生活用具整理好 放入储物箱里 关好储物箱的紧固扭 接下来就可以驾驶着养蜂专用车 到另一个蜜圆地去裁蜜了 以前转场雇车就是很不方便 也就是说机动性比较差 哪天有车哪天没车 就是自己掌握不了主动权 有时候受天气影响搬场相当不方便 比如说下雨你要冒着雨 挑风向挑上挑下非常累 买了车以后自己根据这个天气情况 随时可以搬家 也不需要请很多朋友帮忙了 挑上挑下没有了 开着车就可以走 在转场途中 养蜂专用车和其他货车一样 要遵守交通规则 驾驶员也不能疲劳驾驶 另外根据蜜蜂的生活习性 蜂农们还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现在养蜂车转场时 都是采用不关蜂门的运输方式 这样养蜂车开动之后 因为连续行驶能产生凉风 从而使蜂群保持安静 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关蜂门 所以驾驶员在开车时 要尽量的保持稳定 不要急走急停 以免密封产生应急反应 第二 在驾驶养蜂专用车的时候 如果需要停车 要把养蜂车停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并且尽量的缩短停车时间 以免丢失蜜蜂 养蜂车停放好后 蜂农开始生产生活 用吊葫芦把过道里的蜂箱卸下来 摆放到离养蜂车不远的地方 然后给车上的蜂箱松绑 取出蜂箱上的钉子 最后打开养蜂专用车框架上的降落平台 蜜蜂就可以出来勤劳地工作了 前面我们说过 养蜂专用车有一个独立的生活区 生活区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功能却十分齐全 养蜂车生活区的两侧都有窗子 这样室内的光线非常明亮 生活区里的床铺可以供蜂农们休息 墙上的暗格里还可以放衣服和其他用品 由于电源稳定 蜂农们既可以用电脑上网 又可以看电视节目 作为养蜂人 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天气情况 以及各地蜜园地花期的信息 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可以实时方便的交流获取 为蜂农朋友增产增收起到帮助 有了养蜂专用车 蜂农朋友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烧火做饭了 车上有电磁炉和炊具 烧水做饭干干净净方便快捷 开着房车去养蜂突破了传统养蜂业发展的瓶颈 使我国养蜂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高效的生产高品质的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蜂农们加入了这一行列 真可谓是开着房车去养蜂制服路上想人生 好了今天龙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